爸爸 小姨刚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 孟雪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姐夫 今天大昌市举办拍卖会 而且拍卖的物品中还有一幅字画 这幅字画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幅字画乃是我储家的传家之宝 之前储家破产 这幅字画也丢了 没想到竟然被人拿来拍卖了 既然如此 我便把这幅字画拍回来吧 哟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采花贼业三毛吗 嘴巴 嘴巴放干净些 不然我让你说不出话来 怎么 我说错了吗 大婚之夜 强迫自己妻子的闺蜜喝酸奶 也就只有你这位陈家少爷 才能干得出来吧 听说这小子断了谢天的四肢 我们还是别去招惹他了 怕什么 这么多人 难道他还敢对我们动手不成 快看 那不是江州五盟之主的儿子白浩吗 他居然也来了 随着人员的陆续进场 拍卖会的气氛越发高涨 很快拍卖会正式开始 一件件珍贵藏品 被各家子弟拍入囊中 接下来拍卖的是一幅字画 经过我们鉴定 虽然不确定是哪位大师所著 但化作金郎 绝对是世所罕见的真品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现在开始竞牌 起拍价300万 每次加价不少于50万 很快 这幅字画的价格被推到了上千万 参与竞牌的人也越来越少 2000万 这位先生出价2000万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3000万 小子你是想找死吗 4000万 5000万 这小子是疯了吗 他竟然敢和白少作对 而且他家不是破产了吗 他哪来的那么多钱 7000万 一个亿 随着夜三秒爆出一个亿的价格 现场一阵轰动 这是得多有钱 一幅字画居然叫价一个亿 小子 你是要故意和我作对吗 这里是拍卖会 价高者的 何来作对之说 白少这个家伙 乃是五年前大昌室那位陈家之子 他是个采花贼 而且陈家已经破产 根本不可能拿出一个亿 他这是故意和白少作对啊 小子 原来你是陈家那个采花贼 我还以为是哪个大少呢 你陈家都已经破产了 你拿来的一个亿 难不成是一个亿的民币吗 先生 请提供一下资金证明 若你无法提供的话 将不允许参加拍卖会 C级业三秒甩出一张黑卡 君临至尊卡 那可是君临银行 最高级别的制责会员卡 一旦拥有此卡 便可无限消费十个亿 小子 你倒是准备得够充足啊 竟然还制作了一张 假的君临至尊卡 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们吗 真是可笑 你来告诉他们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 我要去查一下 先生 请您稍等 小子 待会看你怎么被打脸 先生您好 我是本次拍卖会的负责人黄雪 您这张卡的确是君临至尊卡 刚才下面的人如有不敬 还请多多包涵 怎么可能 这卡绝对不是他的 肯定是他偷来的 国葬 一时间 众人都被吓了一跳 眼前这个家伙 一言不合就杀人 简直是个疯子 这负责化也没人再敢交价 被夜三秒一个亿给拿下 接下来是最后一件拍品 珠宝界最为顶尖的钻石 海洋之星 其拍价两个亿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千万 三个亿 四个亿 是他江州三大世家之首的杨家大小姐 杨彩儿 杨家可是江州的巨无霸 一个家族出现了两个战宗级强者 无人敢忍 这颗海洋之星 我杨彩儿要了 五个亿 你要和我争夺这颗海洋之星 我是杨家的杨彩儿 我出六个亿 杨彩儿 不认识 十个亿 你找死 彩儿小姐 这种能力何须你来动手 白少 你也在啊 男人把这小子带出去 好好教训一顿 你可知杀我五盟之人的代价是什么 你想英雄救美 可惜你实力不够 我父亲乃是江州五盟之主 你若敢动我一根毫毛 我父亲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居然杀了白昊 你就等着五盟的报复吧 你是什么人 跟着我干嘛 小老弟 别误会 你我有缘 不如我们结为兄弟 再不老实 信不信我杀了你 别杀我 小的是一名散修 名叫叶天心 刚刚在拍卖会上看到公子 身手不做 我怕别人抢我宝贝 所以才跟着公子 散修 现在你安全了 可以离开了 不 我想以后跟在公子身边 跟在我身边 我为什么要说有你 把你身上脏得清理干净 再跟过来 公子这是什么意思 这进展也太快了吧 人家还没准备好呢